在小木屋的那六个月 心无挂碍无挂碍过 无有恐怖 因为晚上都会听到喝酒醉的人 从我们旁边的这一条路 常常听到吵架 唱歌不管是欢喜或是在吵架 等等声音都有 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才二十多岁 在那个时候有一点胖 可是一段时间过 心就不动 就这样很安住心来 心轻深安 真正的清安自在 有一位老太太 儿子是东部花殿处的处长 为了我 她就住在地藏菩萨的前面 她的儿子很孝顺 可是她偏要住在那里 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一位年轻的修行者 她那样的用心是等于我的复活 有一位年轻的修行者 有一位她就说她家的故事我听了 她在大陆大家庄 她说她一个选很康备 我怎么会这样 台湾花啦 就是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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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花花啦 往生后 她的电容 起地 那这些地 生了一段 人家在那間的金鐘有一個 腳踏的 他的門 在腳踏的 精明的 他的平摩摩 就是他們這麼說的名字 竟然在那個腳踏的腳踏 就是像去鐵圖一樣 就是那個人的名字 他說 那個時候 也風洞在他們那裡 他們自己的親戚感到很難受 自己 他們自己的感覺就說 這種 一個家庭有一個這麼非類的人 死了後 這病死、那病死 競然 這個人的名字 背在自己的臉上裡 所以 這個平家 他們平家 很像這樣 很相信因果 所以 每個地方都去幾年 好像是他的長輩 他已經七、八十歲了 一個老太太 好像是他的長輩 人很健康 很六千好事 有一天 就跟他兒子說 說 我若是往生的事 你們要怎麼跟我做 他兒子就說 看媽媽怎麼說 你怎麼交代 我就怎麼做 他說 如果這樣好 你就 就要做給我有看 你要讓我 七、七、四十九天 裡面 你每天 都要把我 補充 去兵分 其他人 看你要怎麼交代 我做的事 我就坐在那裡疼 那兒子很友好 他就這樣好 叫媽媽 就真的去請明山的法師 很多人的法師 來幫他做 像在那兒 王生後的水流發肥 就來做 做七、七、四十九天 每一天 他早上就是做 讓人吃梅 那種頭 如果沒人吃的人 早上就來那裡吃燒梅 還有 讓人家帶你回去 他都 這樣 真正坐 法師 在上京 他就坐在那邊看 他說 這樣好 我媽媽 你很友好 我如果想 真正 王生了好 像這副冬茶 把我做下去 這樣 點點點給我埋掉 這樣 我就很開心 我把那個故事 常常放在頭上 我也是一樣的老 我這棟村 我就 拿去看 我都 他們整個位 我都不用去找 就他們自己要來問我 我才跟他們說 你就這樣 這樣 這樣 其實 人家也安排得很好 所以 我會看他們怎麼做 但是 我不會說 我提供 人家 精神免 我還是跟他們做 好 我們都要有那種 使命感 啊 我們 吃一間的飯 就要為 為人間 付出一份的思念 但是 我還是要試試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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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會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